調屏 群組的部分 接收器模式真的是非常簡單 你只需要點左下角這個訊號連接 選擇你的輸入方式 像是你要輸入是HDMI SDI還是無線的方式 我們現在先選無線的方式 無線的方式可以選擇我們的Group 選到同樣的Group之後 它的頻段就會自己去跳 就會自動配對 真的是超級方便 你只需要選Group 它自己就會自己跳 真的是 接收 連接的 連接的設定也真的非常簡單 你只需要進到我們訊號連接的像是我們 接收器模式 接收器設定也很簡單 你只需要進到我們的Input 選擇Wireless 就是我們可以選HDMI SDI 還是我們用無線接收器的方式 我們選Wireless 選到我們的頻段 我們現在是B頻段 我們就可以直接連上 非常快速 那如果要傳輸模式呢 假設你把這個放到螢幕 也會看到我們 我們會選擇 隨時才會選擇 我們可以選擇 製幻子 我們借助 我們在用這個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